今天我们来写文中明的《西宴师十手》 《西宴师十手》他也写过两个 他写的作品经常重复 重复归重复写的都不一样 我现在看到两个版本 我这次用的是中国书店历代名家书法经典的《西宴师十手》 另外文路出版社的《中国书法全集十三》里面 他也有《西宴师十手》 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应该不一样 写的不太一样 两个都不错 连内容有时候好像也不太一样 有一两个字会改掉 这次我用这一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版本比较小 看起来比较不清楚 这版本比较清楚 而且色泽比较漂亮 我们这次就写中国书店这个版本好了 我们把尺标放旁边 你大概就知道我写的字有多大 因为行书本来就大大小小 也不会永远都一样 那这边的字 其实这一篇看起来 齐笔蛮锐利的 主要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他的小字啊 文正明的小字风格都非常锐利 这多少跟他的习惯有关啊 所以你看这个大字啊 这个不算大字 这个算是小行书啊 还蛮锐利的 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行书 就会顿一点 他也有写过一些比较大的行书 会顿一点 所以某种程度啊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楷书来写 把结构分出来 上跨案下载 那有时候不连 有时候连住 有时候不连 有时候连住 有时候碰到 这种该有的结构啊 还是可以慢慢的来 因为很多人对行书有误解 他一直认为行书要写得很快 很快啊 是一种炫技啊炫耀 那有没有必要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你看那个唱歌的人 谁会故意唱得很快 都马快快慢慢的 比如说稍微快一点 稍微快一点 都马是那快快慢慢 那你知道我这个快快慢慢的时候 在注意什么呢 注意那毛笔的弹性 毛笔的弹性 第二个 注意这些洞眼 这些洞眼到底有多大 那越大呢 它就越松 如果你用的越大 留的越大 它就松掉了 这就松掉了 这就松掉了 所以这个洞眼啊 我常常讲说富贵险中求啊 写行草书啊 有时候也是要靠得很近 近的时候要靠得很近 它就叫疏密 这远的话拉得很远 你会发现哇 再拉得很远 其实这个跟它的小凯还蛮像 小凯就写得好尖好利 那你说这样好不好 没什么不好 艺术本来就是风格上的展现 那这里当然也是有逆上去的逆风 再下来 你就很仔细的把每一个动作啊 做得清清除除 干净利落 该转就转 该拧下来就拧下来 该弹上去就弹上去 该点下来就点下来 行书啊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动作啊 切啊折啊 怎样啊翻啊 这些动作做出来 然后它的本身的长短落差也要做出来 本身的长的就再长 短的就再短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书啊 虽然我的速度不太快 但是在练习的时候 没有必要追求那种炫技 你练习啊 没人在看啊 没人在看你练习啊 大家那么看作品 除非你被教出去要表演 那这时候你就要炫技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表演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写字 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字做好 然后这个字做好 什么叫做好 就写的像 不要拖泥带水 不像以前我们在教 学的时候都喜欢那边弄啊 搞老半天啊 扭啊扭去扭啊扭去 画来画去 那个都很奇怪啊 其实写字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有那种字 但不是每一种字体都要这样 画来画去绕来绕去 至少文真名啊 他这种无畏力感一定要出来 你写他小 小 小凯也是如此 那他这个应该算小型书啦 也不算是大 因为有时候我把它放大了 还是要把它做得精致优美 那中间的缝隙呢 还是要控制好 紧密度 因为够紧 这个拉开才有意义 如果说你把这个拉开 这个也拉开 大家都拉开 那这字就松掉了 好 所以我建议啊 如果你要初学这些行书啊 还是先把它当凯书来写 不要被有些人 很多人说 哎呀你写行书叫行书 龙飞凤鲁的样子 这跟开车一样啦 你不要说 哦我看人家的F1赛车开得好快 我也要来试试看 啊你就连驾照都没有拿到 你怎么开那么快 你还是要从开基础的那种地方开始学 那把这些该有的收紧 拉开那种姿态做出来 把该有的粗细这个差距做出来 你做得越准 以后当你放手写的时候 你的质感会越好 如果说你做得不准 那你在放开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写得更差 就是说技术有50的话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可能变成了5 你技术有80的话 创作可能剩60或30 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如果在粘铁的时候就乱写 那肯定你在创作就完蛋了 好注意这些 你有没有发现我可以把这一段拉长 在行书里面这种拉长的笔画 跟那个收紧的笔画 它两个是对比 同样你有发现这里拉长 然后这里是收紧 它不是说大家都拉长 大家都拉长就没有意思 大家都缩短也都没有意思 一定有缩短拉长 那你看这个山 山他在写的时候 他就刻意的把它写小 应该比较小 应该刻意写扁 写扁的话你就会发现 哇好像跟我们心中的山不太一样 我们心中的山都是把它拉的长长的 长长的山 那问题它就是扁山嘛 为什么 因为上面拉长了 互相配合 所以这三个字的造型 就会发现有所差异 差异啊 笔法的差异 造型上的差异 这在行书很重要 因为有差异 所以才有变化 那我这里刷得特别快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上面是干的 我的毛笔没有那么干 那我知道怎么样 挺额走险 且快一点 因为越快的话 你的技术就会 破绽就会越多啊 那弦 弦其实看起来有沾末 有时候我们会可以发现说 它好像沾末了 弦比再来的这样 弦五 但是它又马上干了 所以它那个沾末 应该只有笔尖沾末 沾末不是说一定要把整个 笔泡到水里不一定 有时候是沾一点点 有时候沾三分之一 有时候沾二分之一 有时候全部沾 有时候沾到台低下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末色层次啊 透过这些沾法不同啊 行书也会呈现不同的色泽 那末分五彩嘛 哪来的五彩 就是干湿龙蛋 这个就会产生五彩 那加上以前的会磨墨 磨墨的话就会 有时候磨的不太浓 有时候磨太浓 那就颜色又更多了 好 五门 五的话拉开了 门就把它牵进去 牵到这五 这个又斜垢的下面去 然后它写的是什么 背试 背试就是向中间抓紧 而这个背试啊 你可以发现 你写得好像竖起来了 那个笔啊 在你手上 不是用每一个角度 它会有点 好像有点 那样实转 实转 那个实转啊 越小的时候 你要放得越轻 像这个字器很小 那你就放轻一点 字很大的时候 你动作才要大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动作 从镜头上面看 你好像发现我也没干嘛 也就是笔的角度 手指头稍微弄一下 转指是没有 我比较少转指 大概是晃动一下 就是利用这个晃动 那个笔这样晃过去 晃下来 然后这样晃过去 这个就会有一些角度上的变化 但是没有这么大 我是怕你看不出来 我晃得好大 是微微的啦 因为稍微动一下就做得出来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你就可能要有点刻意 我们讲说行书啊 都是要刻意去做 做出效果 这个词我是放在旁边给你看的 不是你写字 千万不要这么无聊 拿一个词在旁边干嘛 我不是在量它的长度 我是让你看 因为你不是现场看的人 对于这个字的大小 你可能不知道我到底写多大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在写 千万不要这么无聊 发一个词在旁边当文证 那还可以勉强 那你就会发现 哇 其实老师写这个字 好像也六厘米 嗯 大类之正 大 好这个 有时候直切 有时候斜切 斜切齁 斜字就是这样子 不是永远都是一个角度的 然后这个戴起来 你会发现我故意留丝在里面 那这个丝在里面 它就会形成一种重叠 这个重叠啊 就会形成墨射桑的变化 墨重叠会有多一个墨射桑的变化 然后这里是测一下 让它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这边直接拧上去 顶住了以后 又让它弹下来 我起来以后这边钝的 钝的又在点 通常如果是尖的就是放松 尖的就是放松 如果钝的话就是绕回去 就是这样绕回去 就写一写绕回去 就会有点钝 那这两个是不一样 那它可以交错哦 一直交错的使用 有时候用这个方式 有时候用那个方式 它不是永远都用一种方式 好 这个点你会不会觉得像一横 在行书里面很多点画 常常会变形 都变形 就不用拉太尖 行书拉太尖 拉太像三过折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难看 行书千万不要写这样 这标准的那种钝 你要看起来有点钝 不太钝那种感觉 你会做得这么标准 一个三角形 这个很糟糕 楷书可以 行书绝对不行 行书做得太完整 会觉得太楷书化了 好 这正眼 你可以发现正 左边写得比较细 右边比较重一点 然后这个重啊 我常说叫做比较直 这是互相比较 叫重 所以我这样来看 你可以发现我就刻意的把它 让我用那个笔尖 轻轻的盯着那边写 然后右边我就按下去 好 按下去写的时候 就出现了两倍的重量感 行书在并比的过程中都轻重轻重 然后它的重量感啊 一定要用倍数来算 所谓倍数就是好几倍 两倍三倍四倍来算 因为它这样表现起来才会觉得 这是轻然后这是重 这是轻的这是重的 差距才会出来 那你会说老师字铁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字铁有时候确实不太明显 但是你要自己有点夸张化 夸张化的原因在干嘛 提醒自己说我做到了没 很多人都想说我想写的跟字铁一样 可是常常觉得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学的习过程啊都先过 过游不及啦 但是艺术确实要先过 然后再慢慢的收回来 这没有办法 好那你就注意这样 这中间这缝隙 你常常讲说富贵显中求 艺术也是显中求 你可以发现 这里还是中间还保留一点缝 然后这个地方很窄 你就想办法做的跟它一样 千万不要写一写对自己太宽容了 然后就这样子写 那你就会发现哇这洞也好大 那这个字就松掉了嘛 行书的松紧就是它的节奏感 一定要做得明显 然后那野往旁边拉 请问铃呢 铃就竖着拉 竖的拉就是拉得比较直 那这竖尖尖的下来 两边看起来稍微平行 稍微有点平行 然后上去掉下来 过来绕过来 这都用笔尖啦 所以我听说笔尖很重要 你要照你的笔尖在哪里 才可以去做这种绕动 这种下来再上去 这样翻转 这样翻转下来 然后过来 然后有点这样 那个动作对于初学者很困扰 因为主要是初学者的笔拿太直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拿笔拿那么直 你那么直你怎么做角度啊 比如说要斜一点 也许在画面上你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就是有 有斜一点点 只是那一点点 我因为不是在表演 所以我没有刻意要把它做得很大 那如果老师你只要表演了 表演就这样 哇你刻意做得很大 怕你看不出来 然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直的 然后这边側的 然后这边斜的 然后这边晃直的 我就故意这样扭来扭去 但是没有人这样写字啊 但是意思是如此 就是它会有点那种风格 虽然写字真的不是这样写 那这样写完手就 就骨折了 扭到了 肌肉就拉伤了 没有必要 但是实际上就是多少有一点点 下面越来越重 不只越来越重 这转折很方硬 转折有时候是方硬 有时候是受静 有时候是远转 这布地 像这个折叫硬折 硬挤上去 这夹角很小 然后这边是远转 然后这边马上折下来的 就是方折远转 远转 方折 所以前面这里是挤上去以后 下来是硬的 叫方折 然后这边掉上去 所以绕上去就远转 然后这里是折一下 半转半折 然后再带上去 那在这里就往下压 边压边拉动 点要边拉动 不要上去 就直接这样点下去 像这个点看起来就不流动 点要流动 什么叫流动 点下去还有再走 这叫流动 有的话上面是细的 带上去 我们看细细的 然后这个受静 带起来 顶上去 有弹性 拉开 拉开以后上去以后 这还有点扭转下来 带下来 好 这种在空中的方向角度一定要做清楚 很多人写字就是这样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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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断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笔画跟这个笔画没关系 这个笔画跟这个笔画 这个笔画跟这个笔画没关系 通通都没关系 这个不叫做行书 好 那第一个是细的 第二个呢 开始是粗的 开始粗的 粗的 你会发现这里很密 这个多 这个很密 然后拉开 刚才是方折 然后这里是圆转 这是圆转方折 方折 圆转 就是这样一直玩 方折 这叫方折 这叫圆转 方折 圆转 圆转 方折 反正 这个书法的把戏也没那么难 原则很简单 只是比较 技术如果不够你就做不出来 就像F1赛车 开车很简单 就那些技术 懂一些知识 可是你真的在那短 短暂的时间要做 要做那种处置 哪是一般的哪做得到 就是做不到 所以有些东西原理很简单 但是真的自己要做 还真的不容易 真果一明 刚才真比较扁 然后果呢 果就比较长 注意每个字的造型 果的粗细 这个都要注意 粗细跟造型 外形 还有干湿浓瓣 你说下面有没有 看不太出来 它有时候会少写 林真明的行书 有时候笔画 它会减省的比较厉害 它跟赵梦虎不一样 赵梦虎不太减省 赵梦虎的行书比较标准 那元朝的人其实 在我看来元朝的行书 常常都减省一些笔画 减省的比较厉害 那跟时代风气有关 你看那个时代 祝有名 祝有名 祝有名也是乱 我那个减省笔画剪的这样 有时候看不太懂它写什么 那这也是它厉害的地方 王虫 王虫也是写的千知百态 好 百果圆 好 我们来看百果圆 同样的是果 你记得上次那个果吗 上面那个果是 上面这个果是凯书的果 对不对 这是凯书的果 那下面的果 在行书里面 遇到相同的字 就要怎样 变形 要变形 如果不想变形 就原本是行书 那你就给它写成草书 诶 这样就变了嘛 没有什么难度的啦 你要背几个草书而已 然后来配一下 人家就觉得你好厉害 怎么两个字写的不一样 而且 两个字写不一样 在书法里面是基本功嘛 所以你至少要背两种字 一个字 至少要背两种形态 一个草书 一个行书 那这样你万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至少还有草书可以做变化 人家就知道 哦 你有学过书法哦 不是随便乱写哦 好啦 乃果圆呢 你发现国都宰的 那圆呢 圆就是包覆之壮 我们在写 书法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外形 它什么壮 就这个壮 这个壮 它是你直接壮壮壮壮上来的 那你就是老弱 绕不起来 绕不起来就多练习啊 反正啊 招式就这些招式啊 那这个折又折又折 多做几次就会了 越准的人代表你技术越好 日 日上铃 日的话 嗯 重的 开始圆转了 圆转了 圆转了 笔 用毛笔的弹心 然后点的话 要拉动 有点轻重 好 上呢 上写的很小 好 那上的话先写这个 然后上去再点这个 然后这个带下来以后再写下面这个异痕 它的异痕常常就这样短短 肥肥的 不用再收笔哦 因为很多人在写字 习惯说啊我这个下来就要再收笔 不用收笔 所以就肥肥的拉出去就算了 行书啊 你收的越多啊 相对的楷速化就越明显 行书其实有时候觉得怎么有点破破的 比如像这个特觉有点破破的 那你有点破破的 表现出不出毛笔那种苍劲的感觉啊 所以适当的破 是增加一种毛笔那种神秘感 苍桑感 所以不用真的是每个地方都要写的刚刚好 现在有时候压过去会觉得后面又不完整 那你不要前面去那边写到这边来 后面把他收笔回来 就完蛋了 这就又变凯书了 行书容许瑕疵 好 林山 那我让你看到什么 林特别长 山又特别小 特别扁 也不算小 它叫扁 左右还是有 你看这重量感这么重 所以不算也比较小 但是看起来扁 那花呢 花才又稍微拉开了 所以每一个字啊 它会有一种外形上的差距 这个花啊 比较方 方是外形上的方 但是就解体来讲它比较松 为什么比较松呢 因为它中宫松 中宫在哪里 中宫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就觉得这里比较松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来看林 林哪里紧 往中间收紧 山哪里紧 它往下面收紧 花呢 花哪里紧呢 这边紧跟这边紧 中间比较松 那你会发现 原来有时候紧 有时候松 有时候紧有时候松 它呈现的那个线条 就会有点摆档 不是永远都中间紧哦 有时候左右稍微分开哦 这很正常 花、物、消 那花跟物 物的话又拉得比较长 写字的考量哦 有时候是搭配 搭配 不是那个字要怎么写 花我也可以写成长的 我也可以写成扁的 但是我要跟上面那个字 来做搭配 物我也可以写的松的 我也可以写的紧的 那我要看别人 跟它搭配起来好不好看 所以行书的大小粗细 常常是为了搭配而存在 不是它本身不能扁 它也可以扁 物我也可以把它写窄啊 写得更扁啊都可以 那消的话就写得比较方 方那你就会把它外形长 而写得比较方 我们常讲说 有时候我们嘴巴说了一套 做的是一套 这样不行 在粘贴的过程中 就是嘴巴说的 心里想的 要透过你的笔去实践 那我们就发现 哎这个字比较方 刚才的物比较长 就是说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达成 不要想说 没关系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那是给专家 给那个大书瓦家说的 因为大书瓦家喜欢 我们知道大书瓦家写的 都看不太懂 看不懂的是大书瓦家 那如果你初学的话 你当然是尽量让人家看得懂 等你变大书瓦家的时候 就随便你写 反正也没人敢骂你 初学者还是乖乖的 老老实实的 初学者我以前最有经验就是 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写字 永远会有一些老先生经过 然后就想指导你写字 然后就觉得那你试试看吧 这老先生你会不会写 以前的人每个人拿过毛笔 但是很多人写的真的很丑 那真的要写给我看的时候 我一看我怎么写那么丑啊 这也敢跟我们 敢教我们 可是以前写书法的人真的很可怜 每个老先生都觉得他自己写得很好 每个都想教你 哎呀 好这个地方是拉到最下面来 过上去了 那你说那个点怎么办 点就算啊 就减省掉了 这是他的习惯 照理说他应该是 绕上来绕两个一个撇一个点 但这个点他习惯把这个伸长 伸长以后就说 那我这个勾就是代表这个点 所以不要再点了 这是他的习惯 好 那刚开始我在写的时候 我会说的比较多 那越到后面我就会越蓝 我就会越说越快 然后越写越快 所以前面要把握慢慢写的时光 其实写字不许不许 那我写这么慢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教学 第二个因为这时候的毛笔弹性 可以看到一个毛笔弹性 就是很多人在写字的时候 没有管毛笔弹性 反正我都毛笔 那其实他也不知道毛笔在这个当下 当下他在想什么 他会让他随意的去发挥 那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这个叫做不小心弄出来的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效果 但是行书似乎很多人都把它当做 当做这种是一个标准 其实它只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觉得不是所有行书都要写的这么快 因为快不快跟表现 好不好是一回事 很多人都以快为美 就是认为说我今天刷得很快 那表示我是个行家 那事实上很多只是反正就是乱写 反正大家都看不懂 快的话至少人家会觉得说你写这么快 肯定是个高手 但是如果是就初学来讲 就不要去学那个 那个没有意义 因为那个都不准确 那只是随便鬼话虎 尽量做到准确 那这样人家在看你的时候 你的字才会耐看 那很多那种写的龙非凤吾 其实都不耐看 越看又觉得好像虚虚的 那还是要像文登敏这一种 老老实实写字 当然他写的比我快 因为他自己的字当然写的比我快 我不熟 我当然慢慢写 你要有这种心态 我不是文真名 所以要好好的学 慢慢的来 不用急 好 金是拉开的 写字都一直在注意这个拉开 那下面就不拉开 那常犯什么错呢 就很多人就拉开拉开 拉开以后 紧下又拉开 尤其下面这一痕很多人拉开 那你这拉开这也拉开 这拉开这拉开 这个字就很丑了 所以外型很重要 所以外型很重要 谁拉开谁缩紧 一定要搞清楚 那种胖胖肥肥的笔画 有那种调节的一种心理 什么叫调节 因为文真名在写字 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干别 就他写字比较干 比较干 然后看起来好像比较硬 所以他这种笔画 其实在这个行数里面很重要 他必须要有那种 几个那种 看起来鼓起来 那种饱满的笔画 他经常出现 否则如果都是干别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写字 怎么都是干别 干别 干别 就这样干干别别 就觉得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他有些笔画 写得特别重 这样可以弥补他 他过分有时候干别 你看像这个东 东是不是都瘦瘦瘦瘦的 如果每个都这样写 那他的字就不好看 所以他会适当的 有时候就稍微重重的压下去 那这个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 因为他他并不算一个很浑厚 不是那种浑厚重的字 不算 虽然他的技术层次很高 但是他不算浑厚 因为你看他浑厚的字 就写得哇真的是很重 他并没有 所以如果他今天有出现 他比较重的笔画 千万不要放弃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定要压下去 你有发现他的字啊 那个斜度其实都很高 赵孟福的斜度没有这么高 他的斜度比赵孟福来得高 但是他喜欢做动态的平衡 动态平衡 应该是上去对不对 上去然后下来 为什么要下来 因为要把他压下来嘛 做得太夸张了 他比较顺啊 我这个夸张点 他上去硬要想把他压下的那种感觉 这种是他的一种体式啊 我前面不是讲嘛 富贵显中求嘛 有时候斜上去 字就会歪掉 但是歪掉以后 就变成一个跳舞的舞者 他很曼妙的舞姿 然后身体又保持平衡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跳得很好 如果不会写姿 你就照着他这样跳跳跳 跳得很高 然后很斜 然后身体歪了就摔倒了 所以有经验的 他可以化险镜为夷 化险为夷 那是技术 如果没有的人 像富 如果不会写人会怎么写 一般就是这样 不会写人就是这样 哎呀就是这样 怎么怎么越越 因为刚才不是斜很好吗 越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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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他斜斜斜斜 斜到最后又压下来了 所以后面这一段很重要 斜得上去 你要压得下来 视觉效果的压下来 像这个也是斜上去嘛 放在斜上去 斜上去怎么压 这是上去的 顶上去以后就压下来了 这里他又减省了 我一直对于明朝人 那种减省笔画的习惯啊 实在有点不太敢恭维 因为总是觉得减省过度 那明明就是 这个明明就是 里面稍微绕一下也好嘛 你连绕都不要 他直接上去 可是明朝人很喜欢这样写 这个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过因为大家都这样写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时候就是 一开始可能没人写 久了以后大家都这么写 以后就不觉得怪 一开始觉得怪 久了就不觉得怪 对 不敏 现在 Dies 减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